我們所有立委同仁,還有所有新聞媒體女士先生,還有所有各單位的主管,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想請我們的李部長 李部長 來,康委員好 部長好 是,謝謝 寶座,你好 這十歲 非常如願 六月一號就要上路 謝謝委員,謝謝 你這個不要謝我,因為只有我一個人 一直在擋齁,所以你這個不要謝我,只有我是反對者齁 可憐我對你比較失戀齁,常常替你吐槽齁 不同的聲音我們都尊重 好,謝謝 但是我們從開始發布到現在,還沒有實施 我一直在覺得我們就發現了很多問題 我首先,我一定要先道歉 不會啦 我錯了 我錯什麼呢 因為我當初沒有想到,我也沒有預估到 怎麼還沒有開始,我們房仲業者 增加了五百家 我剩下一個,哇,又增加那麼多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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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機會啊,等於增加五百間,我剩下一個了 啊,不然我再想一想,不對勒 應該是認識的勒 因為我又看了一份資料 欸,現在啊,要急於脫售的啊,有三成的人 他急於要脫售 所以啊,房仲業者會增加那麼多人出來 齁,所以這一點啊 我想是暫時的,暫時的喔 但是我又看了許許多多的報導 我是覺得我們應該要三思啊 到現在 台北市的房仲,沒有降 不一樣 欸,不做毛坑喔 十一毛下齁,不一樣 不一樣到一批 新北市的有降 降差不多一成 但是這代表什麼 我們要特別注意的,第一個 當初我們政府要打這一個奢侈稅 就是要來打這個房仲,有沒有效 有效嗎? 台北市 已經看到現在沒有效嘛 喔 新北市 暫時有效 但是我要 跟部長講,一定要注意 投資客的錢 他們一定會往那裡竄 一定要跑了啦 一定要跑那邊的啦 他知道嘛,兩年而已而已嘛 暫時就過了嘛 暫時就過去了嘛 所以啊 變成他們投資更好的一個途徑 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啦 你認為我剛才這樣說的 台北市的判斷有利還是沒有利 基本上委員這個分析我們非常敬佩 甚至在我們內部研究也都有考慮到這一點 因為政府的政策 它不管是短期的或是長期的 我們的目的很單純 就是讓房市健全,建築這個市場合理化 就是目的 這個目的之下我們要看現況 它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短期特定的房市的炒作 那這個部分把它做一個處理之後 對整體的房價它是合理化了 所以剛才您提到一個最重要的 房價基本上沒有像過去一樣的飆漲 至少沒有飆漲 要降,當然不太可能降了很多 每個地點會不一樣 那這個就某個程度達到我們的政策目的了 這是就短期而言 但是就長期而言 它就回到市場的機制了 房屋的買賣一定是價錢的問題 對不對 雙方合一就可以買賣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尊重市場的機制 所以您看我們行政院院長非常重視這一塊 我們對於透過租稅的手段的抑制飆漲 但是我們另外一面也提供 它的供給量 資金的融通等等 社會住宅也做一個合理的嘛 對於一般這種房市的需求 我們也必須有個配套 所以兩方面同步來運作 讓我們的房市能夠正常的發展 我們本來是打算要這樣做 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當初最重要的就是要打投機客 對沒有錯啦 就是要打金字塔頂關那些人 但是顯然我看現在整個的過程 打不到 打不到啊 他至少那個 會降下來一點 穩定的一個房市的這種 我就從新北市的房價 以及台北市的房價 我就相信一定打不到 因為台北市不會降 新北市會降 他為什麼會降 他降的部分就是在 中層的人士 所以降 所以沒有打到頂頭去打到中的啊 打到中層 所以更會引起投資客 他們會蜂擁而至 所以這是我一直在煩惱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在每一次喔 我跟部長我們在談的時候 我都一直在說 應該我們在找圓頭你知道嗎 對沒有錯啦 我們的圓頭齁 大家都知道 其實大家都非常清楚了解到 銀行啦 保險啦 他都降完頭了 結果我們都沒有好好的去做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啦 舉幾個簡單的例子給你了解啦 好 像我們常常 我住大安會館那裡 好 我們看到那個芝麻酒店 芝麻酒店 以前921地震了以後 結果就放在那裡 荒廢在那裡嘛 根據我的調查了解 我一看 不對勒 那已經第三順位 我們永豐銀行還去貸款他三十幾億 第三順位後 他有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永豐銀行已經第三順位 還貸給他三十幾億啊 三十幾億啊 我算一算 那個面積也不是很大啊 柔房是危險住宅啊 代表那個民間就存不多多啊 我給他算算 那一平的土地齁 差不多多少你知道嗎 差不多一千萬 差不多一千萬 你看 銀行可以搞這樣的 去炒作這樣的土地 去給人家貸款這麼多錢 還第三順位 他都願意這樣做 那不是草地的防兇 那不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我的了解 金管會也好 央行也好 對每個銀行受信 的限額 乘數 以及像後續的條件 都有一些 這個明確的規範嘛 對 你看那個規範 好 那我再講一個很很簡單的規範 好 你說保險類界 好 我們報紙也有看到喔 像幸福人壽啊 哇 他去買了信義區的精華地段 去買了很多地段 明白 政府有處理 有啊 我們就罰款啊 罰一個三百萬啊 欸 幸福人壽 如果去買土地 去買土地 是都像你母 是都當事務長的 管理當事務長的 用用的 用好 OK 他們的利 我們不理他啦 幸福人壽 也賺錢啊 我土地炒起來 我已經賺幾個億 我給你販一個三百萬 對他們來說 有影響嗎 沒有影響嘛 我們政府 我們都有我們的政策 我們都有去法官 我們都去做處理 但是啊 實質上有效嗎 嚇阻不了這些人 都沒辦法 所以必須從融資的角度 再做一些努力嘛 所以這個我想我們了解 金管會也好 央行也好 對後續金融檢查 或是相關的規範 都有在做處理 所以我不是要把部長 你報復 就是說 像我剛才舉的 這兩個很簡單的例子 當然你們都有規範啊 你都有規範啊 你有法他就有報啦 無來無去 總是這些人在報的啦 你應該怎麼打訪都沒效啦 你知道嗎 總是要有做比沒做比較好 對 所以我一直希望 我為什麼要提出來 就是說 希望跟你討論的就是說 你們在金融會議的時候 源頭的管理啦 你一定要自己說 你不然金管會 中銀行 在生政院補的那些交界的時候 那些說給他們清楚 這些都是重點的 你看啦 好 我剛才講的 你說那個幸福人壽 自己的保險業 做得粒粒粒 對不對 還帶觀察耶 你說的 做威脅的 到時候 你了解的時候 就叫你安定金金拿去 賠盤 拿我們八歲六歲前去賠盤 去給他盜 去給他刺 賺 賺錢的時候 都可以拿錢 他都賺錢去 這個就不可以啊 對啊 所以講話嘛 他現在放地 我現在在拉 我現在在插 跟人家一樣 我做了我拿 嘿 我做我 坦 出事 我們的安定基金 都來幫他們補 都八歲的 六歲錢來幫他們補 好坑的 他們自己拿著走 所以很多預防的措施要去做 對著我們這裡的八歲齁 是很不合理的 對對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 這個頭齁齁 不是說只有發一個 那個 應該我們在局董會議的時候齁 我去請破 那是真真真 貪三億 叫你貪三千萬你買嗎 不要貪三百萬 三千萬你就買了,不要貪三百萬 對不對 反正我來來,我先走啊 就說了解了解 反正你全國的百姓來給我分攤啊 我哪有要緊 我沒有要緊啊 對不對 所以真真真 這一點我特別 我相信部長是非常直言敢言的人 所以我相信 你應該在金融區域上 應該可以非常深切的提出來 但這點齁 我們適時的建議相關單位做必要的處理 事實上行政院就有一個整套的方案 從融資、土地、租稅到社會住宅等等 一套配套的措施都在做 當然那個力道或是十點怎麼再強化 我想我們再來努力 但是太棒了 還有一點齁,我要請教你 部長,我們現在齁 我現在發覺很多民眾的聲音 很多基層的聲音都出來了 我們現在的查稅動作是非常非常的大 沒有事實上我們平常就是這樣子做 只是說最近大家比較有報導而已 平常的查稅就有是這樣 沒有,我如果做到的齁 都是查稅動作非常非常大 變軌啊 所以我實在覺得 不要讓民眾感受到有那種壓力 所以我們盡量來溝通啦 有人感覺說 喔,你政府現在是在欠錢嗎 整天都在查以前的事 對啊,以前就處理了 現在跟你們在查以前的事 我們今天來溝通 感受也不一樣 那種感受會不一樣 所以這一點我想 也請我們國稅 各區的國稅局要特別注意一下 不要讓民眾產生這樣不良的一種影響跟感覺 好,謝謝 謝謝